所以细节部分如果假设有点点问题的话 请各位要不就看一下这篇我部落格文 要不然就是底下稍微再把它复习一下 像我们刚刚改为UTU8的设定 我这边也有 你只要照着改 应该会想没有改不出来的 OK 然后Ctrl加Ctrl- 再来的话 那个懒凌包怎么做的 其实就在这里 不过我觉得这真的有点小复杂 但是我大概重点就第一个 其实我们刚刚主要两个东西 一个是Python 一个是Eclipse 实际上这两个都是只有软件 所以如果将来怎么样 你想要自己重做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这边可以搜寻一下Python 这个就是的 download 所以如果你想要取得最新版的话 现在3.81 你也可以直接从这边download 你可不可以 我只是说 我预先先帮各位下载 然后放在那边当软 如果你要更新的话 你把374那个换成381 各位可以 OK 那版本更新 不过理论上差一点点 其实不会差太多 OK 但如果你要最新的版本 你就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去试 OK 第二个的话 还有另外一个软体叫Eclipse Eclipse在哪里 其实一样 你可以搜直接在这个Google上面 直接就是贴上Eclipse 并且搜寻 实际上就会找到Eclipse的官方网站 就这个 而且它这边有一个什么 维基百科 它这边有 是著名的跨平台的一个开发环境 应该目前来说 使用人数应该算是数一数二的多了 而且它可以开发非常多 比如说比较知名像开发Java的程式 另外它有一个优点就是说 它目前还是属于自由软体 这个我印象中是本来是IBM的一家子公司 后来IBM把它无偿的捐出来 给大家免费的使用 所以其实IBM也蛮佛心的 里面如果说你想要下载 这个最新版的版本的话 你可以从这边get 有没有 Eclipse IDE就是整合型的开发环境 那你可以点选这个 它的左下角这个download 这个package 底下的话它会跳出各个版本 那我选的是哪个版本呢 我选的是这一个 Eclipse IDE for Java OK 那里面的话 你想说老师 为什么你会选for Java 没有for Python 其实我本来是 我很希望说它会有for Python 可是目前好像没有 未来会不会有for Python 我觉得是应该会有一个 Eclipse IDE for Python 不过目前是没有 那怎么办 我就在那个环境里面加一个外挂 就是PiDeep那个东西 那个是后面 可以再去把它run一下 因为这个可能要花蛮多时间的 所以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Google两个关键字 Eclipse 跟那个Python 这边都有 然后下载的话 当然未来如果像之前有同学 开发的环境不是Windows 你想说老师 可是我的电脑是Mac 因为这样很多人拿Mac来开发的话 怎么办 你可以选什么Mac 有没有 这边有64位 那你就下载那个Mac的版本 到你的电脑也可以run 因为之前有上课的时候 我发现有蛮多同学 是自己买那个Mac电脑 来写Python程式 那也是可以用 一样的方法 因为Python也有4Mac 然后Eclipse也有4Mac 两边都有 OK 这个大家跟各位说明一下 细节部分可以参考 第一个单元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接着来看第二个单元 刚刚第二个单元 我们刚刚有提到 有关关系运算值 算数运算值 那另外的话 还有所谓的推资源 这部分的话 我们待会再来看 比如说第一个 我如果要建一个变数好了 比如说我今天要练习这个 这边有一段程式 请各位先试一下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语法跟结果 主要是基本语法先 基本语法里面的话 大概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变数 那什么叫变数 顾名思义就是 你要放一些资料的地方 那放哪里 放记忆体里面 那我刚刚有特别强调 其实就有点像 我们刚刚这个范例里面 这个A跟B跟SUM 那也就是当你第一次负语值的时候 它这个变数里面就放你要的 第一个 它会是针对你给它的资料的形态 比如说你给它的是一个整数 就INT 可是如果你给它的是什么 给它的是30.2的话 这个别注意 它就不是INT了 INT是整数的意思 那如果说你今天 假如说你给它30.2的话 那就变成什么 变成有小数点 那就是浮点 浮点的话 那这个里面的话就不是一个整数 而是一个浮点的一个形别 那再来还有什么呢 如果我今天假如说5的话 假设我给它前后双引号 比如说这个前双引号 后双引号 那它这个时候本来是一个INT 它这个时候就变成什么 变成一个所谓的那个自串行别 那我怎么知道它的行别是什么 其实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把它什么 print 里面的话你可以打一个什么type TYPE 小瓜糊 这个type的function 这个函数呢 主要就是把 你就丢一个变数给它 这个变数丢一个a 这个时候呢 它会帮你把什么 a里面是放哪一种资料行 资料行别 帮你把它显示出来 比如说我这边把它执行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应该 这个把它注解掉 注解就是 前面这个不能 因为它不能运算 所以把它注解 注解特别注意 在VPA里面 是 跟正一下 注解的话 应该在这里的话 Python 注解是加一个紧字号 OK 在前面的话是注解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像我这边把这个 a里面的行别type出来 打一个type 执行 那你会发现这个时候的话 这个也不能计算 所以这边把它注解 这边把它加一个什么 前面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紧字号 不然它执行就错 为什么 因为这两个没办法 因为它是一个次串 除非你要把这个5给转型 它才可以 把它执行 我type 那你会发现 type完之后 它这个底下就出现 跟你讲说 你里面放的是一个flow flow flow 这就浮点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再type一个 比如这边 type b 好了 OK 那b里面是放什么 b OK 好 这样子type b 执行一下 有没有 它是一个string OK 那当然底下的话呢 刚刚这个地方注解 注解如果你要取消的话 就把这个前景字号拿掉 就OK 那我教各位一个方法 快速注解 你可以按ctrl 加那个斜线 ctrl加斜线又取消 那个斜线是竹子的那个竹 正斜线 不是反斜线 ctrl斜线 这个注解 或者是你在前面加什么 加一个 警字号 不过 前面如果假设你有很多行要注解 有时候像这么多行 你可以ctrl加斜线 有没有 一次就全部 一次全部解除的话 就ctrl加斜线 又全部解除了 OK 所以这一招还蛮管用 ctrl斜线 这个是注解的方法 那像这个地方没办法 完成的话 主要是因为这个的形态是string 所以怎么办呢 我可以把这个地方改一下 改成什么 改成int 所以刚刚的方法再来一次 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5本来是自串 那我可以把它外面包一个int 把它变成整数 再来做计算 再来做计算 然后把它print 假设我print 这个结果的话 应该这个就可以了 看一下 这个结果print出来 看一下结果 OK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结果就成功了 有没有 插一个这个地方 那 因为我只有在这边转 预设原来的没有改 那底下的话也可以 再print一个什么 再把那个什么 再把sum 再把sum 把它print出来 它的type type flot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 因为它算完之后 它这里面的结果 只有小数点 所以有小数点的话 它里面的形态 一定是flot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请各位针对 刚刚的那一题 稍微改一下 也许把这边改成小数点 底下我是把它 把它type出来 type 小瓜 把它 它的形态print出来 然后 b 的话 也许你把它改成一个字串 只是说 如果你这样计算 这边会失败 所以怎么样 记得在外面 本来 我们前面是用string 转成字串 现在转成整数的话 就加int 然后底下的话 分别把 这三个变数的形态 把它print出来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OK